住宅租金跌细未止,全门二手屋苑月租更跌穿9000元。区内风景员一个两房单位仅以每月8500元租出。教同类市值租金9000至9500元。 低出于10%。中原刘梓阳表示,租金随着流价回落。区内部分租盘劈至低于市价。上述单位为一座中层一室。实用面积309方尺。原先叫租9800元。业主为求加快出租。减租约13.3%。获同区客乘租。尺租27.5元。 他又称。风景员4月份以6最小4宗租任成交。当中一个4座中层5室两房单位。实用面积约341方尺。以9800元租出。事实上。区内私人屋苑成交月租跌至8字头为近月罕见。 目前放盘开价普遍由约9000元起。此外,港岛南丑则如冲太古城在六大幅劈租个案。中原赵洪运指。现供各中低层衣室。实用面积747方尺。套三房间隔。望外园景。放租约一个月。 原先开价3.2万元。最终类减5000元后。以2.7万元租出。减幅近16%。赤租约36元。 感谢观看。